昨日晚间也经传因吸食安非他命遭到逮捕 由于被捕时间过于接近 便有传言是金阳供出孙德荣的 姚姚17日出席公益活动时 赶紧替男友澄清谣言 但他们并不认识 他们其实是一样 因为金阳其实不算 他不算是这个圈子内的人 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一切都交给警方来处理 身为反毒代言人 男友缺因吸食毒品遭到逮捕 姚姚受访时极度哽咽 心情相当低落 其实发生这件事情 我自己心里有一度很重挫 对 我觉得我有狠狠地 被呼了一巴掌的感觉 因为做了这么多公益 然后没想到这件事情 还是发生在我身边 但是我仔细想想 我觉得这些事情 很巧很巧的是 刚好我最近的代言 就是除了反毒之外 还有酸民的这部分 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 够多很负面的东西了 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给予 这个社会更多正面的能量 姚姚也说应该给金阳一个惩罚 所以事发至今两人都还没见过面 这件事情就是处罚她 短期之间不让她跟我碰面 对 处罚到我经纪人说可以 我觉得爱可以改变一切 报导 新民经纪人孙德荣 16日晚间也经传因吸食安非他命 遭到逮捕 由于被捕时间过于接近 便有传言是金阳 供出孙德荣的 姚姚17日出席公益活动时 赶紧替男友澄清谣言 但他们并不认识 他们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金阳其实不算 他不算是这个圈子内的人 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一切都交给警方来处理 身为反毒代言人 男友缺因吸食毒品遭到逮捕 姚姚受访时几度哽咽 心情相当低落 其实发生这件事情 我自己心里有一度很重挫 对 我觉得 我有狠狠地被呼了一巴掌的感觉 因为做了这么多公益 然后没想到这件事情 还是发生在我身边 但是我仔细想想 我觉得这些事情 很巧很巧的是 刚好我最近的代言 就是除了反毒之外 还有酸民的这部分 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 够多很负面的东西了 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给予 这个社会更多正面的能量 姚姚也说 应该给金阳一个惩罚 所以事发至今 两人都还没见过面 这件事情就是处罚她 短期之间不让她跟我碰面 对 处罚到我经纪人说可以 我觉得爱可以改变一切 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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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